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谈一谈自制有机肥料 经常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家的蔬菜为什么会长得这样好 非头大耳,而且味道鲜美 看,我们韭菜也很胖 橘子树还有这些莱姆树都长得,你看,果实累累 而且都很大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 就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做的有机肥料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自己制作有机肥料 我们是已经熬好的肥料 你看黑黑的,我们可以弄图这样看一看 你看看,它非常的黑 而且那些树叶熬好了,熬好了以后呢 它就都渗在这里面 然后这些就是非常的有营养 就是蛋林甲的成分都非常的均和 都是我们,而它的来源呢,都是以前的树叶子,或者树 或者草,或者是什么,都是我们本身地理的东西 这样有几个好处 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不浪费任何的这个树叶树 我们可以循环利用,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和外界隔离了 外界有一些病害呢,感染到我们这个土地里边去 所以我们土壤比较干净 然后我们土壤呢,就不会有病害 据说呢,希望大家以后呢,在自己的树叶树枝子呢 把它cut了以后 和土壤进行参合在一起 然后入袋,然后自己自制有机肥料 而且这种有机肥料非常好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我在制作的这个过程 怎么混合呢 比如说,我们从中间这样搞一些土 然后呢,我们再撒一层 放一层这个树叶子 然后呢,我们再撒一层 再搞一次 再搞一次 好,混合一遍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 我们就这样和它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 把鸡堆到另一个堆里面去 这个边我们再这样 再把鸡搞在另一个边 这样的话就会保证这个鸡是均匀的 这样的话就均匀 我们就已经混好了 混好了以后呢 再放下 刚才的图都搞成这几袋 然后这几袋我放在一个墙角里面 然后就凹起来 三个月以后它就非常好 就像那个一样又黑悠悠的 里面含着各种植物有机肥料 我相信这些植物你用给谁 他们都会很高兴的 然后给你长的飞头大尔 然后味道鲜美 甜又甜又好 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们不要浪费 它们已经生产出来一些枝叶 然后帮你们看这些植物 重新用这些有机肥料 非常好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